离婚后 赵丽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王一博曾经的选择有多么明智 现在艰巨的实力与流量 谁能达到 1.离婚后 赵丽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有一篇文章在披露婚姻丑闻后首次曝光的赵丽颖的第一张照片时 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轰动 值得注意的是 她与照片中男子的亲密行为让许多人质疑他们的关系 赵丽颖有一个广告拍摄 她周围有很多支持人员 这位女演员似乎仍然很沮丧 然而 拍完戏就要走 一位男造型师却一直跟着她的山姆山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人握着崔乐定的手非常亲密 赵丽颖出现在广告拍摄中 这张罕见的照片显示赵丽颖似乎很忙 她的脸上充满了悲伤 一位身穿蓝色衬衫的男性造型师出现在女神特里厄的身边 此人的非凡举动说明双方关系颇为密切 不少网友猜测赵丽颖可能是穿得太高了 只好找造型师帮忙 此次拍摄 崔丽颖非常用心地完成工作 不断地换衣服拍摄 以确保进度 二 王一博曾经的选择有多么明智 现在兼具的实力与流量 谁能达到 每一次王一博在娱乐圈掀起一场风暴的时候 总会有人说 杜华想要为月华复制一个王一博 就是为了防止王一博与月华的合约到期不续之后的平级期 先不论王一博在合约到期之后究竟会不会与公司选择续约 就论杜华真的能够复制一个现在的一博吗 如果现在是2019年的10月份 身处在那个时间段的王一博 完成了他汇集流量的过程 也是刚刚出来被大众所知的阶段 也许那个时候在杜华的心中 王一博并没有要复制的必要性 毫无疑问 那个时候的王一博一定是最好复制的 只是一个刚有起色 平平无奇的流量小声而已 任哪一个公司都可以捧出这样的艺人 但那时的王一博有复制的必要吗 是的 千篇一律的流量艺人之路 王一博并没有去走 他做了一个万分明智的选择 那就是积累到一定的流量 走上实力派之路 兼具流量化 无法否认 王一博是因为陈情令的播出而获得最原始的流量起步 演出了一个诱报剧 诱报人的好剧着实不易 王一博也是因为这部剧直接跻身当年的三报报行列 但是 当年的他实在是太弱小了 彼时超话榜单还在的时候 王一博就是榜单前始终唯一一个没有自己专属的经纪人 工作室的艺人 他没有与公司对抗的实力 即使他已经是个流量了 而王一博做了什么呢 积累流量 达到转化 古装剧是最能吸粉的 于是 他成为了有匪中的谢允 《风起洛阳》中的百里红艺 虽然这些剧本身就是大项目 尤其是《风起洛阳》还是与河南洛阳携手打造 绝不是一般的古偶 但的确是为王一博的流量积累 添砖加瓦了 各种综艺 比赛 舞台 每一次王一博的出场都能引来无数的尖叫声 他的代言总是数据喜人 他的粉丝超级能打 而他也从不惯着粉丝 各种营业随自己心情 即使他当时是个流量艺人 若是想要复制那样的王一博 已经不可能了 因为他已经走上了流量的顶端 小伙靠捧 大伙靠命 杜华做不到了 之后 便是随着离开天天向上 这属于流量艺人的高强度综艺曝光的机会没有了 王一博那是正是全身心地走上了实力这条路 有没有发现 自从风起洛阳开机 杀青 播出之后 王一博的每一个资源都是在电影中打转 并且红且砖 他是真的在磨练自己 回过头来发现 他在干火之后 拍摄的作品并不是另一些偶像剧 而是冰与火 是维和防暴队 若是那时他有足够说话的分量 恐怕有匪这部纯古偶 他都不会拍 现如今 王一博禁组快三个月了 事实上 他也有三个月没有出现了 粉丝们除了在网上感慨自家儿子的丢失 以及剧组吃小孩之外 却是没有任何脱粉的举动 刚刚发布得到红米新机的销售 亦是印证了王一博的商业价值不减反增 他的流量仍在 而他却是在追求实力了 王一博也许有想过 去流量化走实力派这条路 但很明显 他走不到 庞大的粉丝基数使得他的流量仍在 那么 就兼具流量与实力吧 那鱼之中 又有谁能达到呢